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明治光秀他作为一代萧雄知田信长的手下 以下克上把自己的老大给逼死了 本能四之变发生之后 知田信长的另一个重臣宇柴秀吉 就要率兵讨伐明治光秀 两拨人马在天王山要决一死战 当时的情况就是 谁能抢夺下天王山的制高点 谁就能对这场战争获得压倒性优势 最后呢 羽柴秀吉打赢了这场天王山之战 把明治光秀逼得切副自尽了 从此羽柴秀吉也是获得了 能够亲手结束掉战国时代的机会 这个羽柴秀吉啊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封臣秀吉 我们中国最早接触到天王山之战这个词啊 不是在军事领域 不是在篮球领域 是在围棋领域 那是在1984年的第一届 中日围棋擂台赛上 那场赛事直到今天回忆起来 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当时的规则是啊 中日两方各自派出八名棋手来 大家呀 打擂台赛 就好像是两边玩一场八为八的格斗 哪边呢 全部人马落败了 那另一边就宣布获胜 当时啊 中国围棋的水平 整体上照日本呢 差距是不小的 就拿这次擂台赛来说 日本那边八名棋手 有三名 就只有超一流的水平 剩下的 也都是顶尖的棋手 就好比啊 这NBA西部全明星 打东部的一支中有水平的球队 日本那边三位超一流选手 小林光一 加藤正夫 藤泽秀行 第一届啊 只要能把小林光一给逼出场 这就可以接受了 咱们琢磨着 第二届 看看努把力 能不能把加藤正夫给逼出场 第三届 再努把力 争取把藤泽秀行 逼出场 就当时就这么个想法 为了保险起见呢 就是让第一届的这个比分 别输得太难看 让当时的副帅汪建宏 打头阵 当时的主帅聂卫平 垫底 结果呀 这汪建宏一上场 太想赢了 玩命的进攻 被他的对手呢 一天计计 给抓住一个漏洞 一招不慎 满盘结束 输了 本来 中国队心里就挺虚 这第一场比赛 副队 汪建 还输了 大家心里 量了半截 但是后门啊 这剧本的发展 远远超乎大家想象 第二个登场的选手呢 是拼命三郎江助九 这个棋手啊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特点 有人称他是啊 内战外行 外战内行 当时他也是豁出去了 就拿出那种 挨兵必胜的势头来 把一天计计 给拿下了 总比分 搬成一比一平 这还不算完 他越战越用 反手给日本队 打了个5比0 就等于说 江助九第二个出场 就已经提前完成任务了 把小林光一 给逼下场了 不但把小林光一 逼下场 而且还让他陷入了苦战 差点把他也给赢了 只不过呢 江助啊 他因为连续的征战 状态上肯定受点影响 再加上呢 实力上确实跟小林光一 有差距 这抠细节 抠不过人家 被小林光一 非常艰难的 把比分搬成了5比2 这个时候 中国队心里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差不多 没准 真能赢啊 这么大规模一场比赛 要是能把日本赢了 那就露大脸了 但是吧 这小林光一 不愧是超一六七手啊 一盆冷水 给中国队浇了个透气的凉啊 你不是打我一五比零吗 人家反手 打咱们一六比零 就是就胜 聂为平 光杆四零一个人了 其实啊 这比分打到5比5的时候 中日两国 对这个围棋赛的关注度 就持续的升温 东京方面 这媒体就开始报道 这场比赛 旷日空前呢 比赛进入到了天王山阶段 中国媒体一看 呀哥 这词挺新鲜的 什么意思 查一查 查完了呢 结果跟我前面说的 就差不多了 那中国媒体在这方面啊 真的是 这逮个耗子就不撒手了 一直把这个词 演用到现在 那咱们接着说被计算 当时聂为平啊 接受媒体采访 他就表示 现在还不是最绝望的时候 日本队那边 小林光一 贾腾正夫 腾子秀行 这三位都是超业流棋手 但是我认为 我打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 都有50%的希望 也不知道当时媒体啊 是真没听懂 还是故意要制造噱头 等第二天 报道一出来 这题目上写着 聂为平依然认为 本次中国队赢得系列赛 胜率有50% 这个报道一出来啊 中日两国都是举国哗然呢 连远在北京 中央主持工作的陈云同志 都被惊动了 特意让记者 特意让秘书 打电话给聂为平 说小聂啊 这年轻人有志气 是好事 我们都鼓励 但是话说的太满就不好了吧 他输了不丢人 你把话说那么满 再输了 咱可就丢大人了 给聂为平当时造了个哭笑不得呀 赶紧跟秘书讲 千万跟首长好好解释解释 这件事过去之后 聂为平顶着千军重担 迎战小林光仪 拿下 之后出战加藤正福 那这个时候啊 压力其实已经跑到日本队那边去了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 主帅腾泽秀行 毕竟年世纪高了 如果拼奇异的话 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拼体力 就一旦陷入僵局 要需要拼体力的时候 腾泽秀行很难拼得过 正值当大之年的聂为平 这里面压力最大的 就是加藤正福 他现在是阻拦聂为平的一道铁闸呀 如果他这个铁闸失手了 后果不堪设想 聂为平反倒是没什么心理包袱 心无旁骛 专心应战 结果呢 可能真的是心理压力的原因 加藤正福 也没挡住 也没挡住聂为平 聂为平现在开始进入最后决战了 就是决战腾泽秀行 最后的结果 跟大家猜的差不多 腾泽秀行因为体力原因 最后也输给聂为平了 就这样 聂为平以一己之力 连克日本三大超一流高手 实现了惊天大逆转 带领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届 终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 消息传回到国内 举国欢腾 上至国家领导人 下至民间百姓 都是欢欣鼓 那个气氛就跟过节了一样 聂为平也因为这件事 成为了大家眼中 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那我讲了这么多 虽然是讲天王山 其实也是想借 讲天王山的契机 领着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国家 那个风起云用的八十年代 好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